您好,欢迎来到医学通识五十奖,我是博士宁 今天这节课,咱们说说人体免疫 提到人体免疫,你肯定立刻就会想啊 人体免疫很重要,低的容易生病,咱们应该提高免疫力 对,这些都没错 但是免疫到底有多重要呢? 为什么说它是健康的底层逻辑,怎样才能增加免疫力? 这么说吧,所有的病都和人体免疫有关 没有免疫,人几天都活不了 怎么强调人体免疫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要想了解人体免疫有多重要 咱们就先看一个没有人体免疫的极端病例 1971年,美国男孩大卫出生了 但是他和别的孩子都不一样 他没有免疫力 我们把这种病叫做联合重症免疫缺陷病 英文简称SCID 所以大卫出生后20秒 就被医生放在一个绝对无菌的透明泡泡里 他就只能在这个泡泡里吃饭,睡觉 玩玩具,学习 他经常把手贴在泡泡上 和妈妈的手隔着泡泡贴在一起 感受妈妈的温度 他的小嘴隔着泡泡亲妈妈的脸 但是他不能出去 离开这个泡泡他就会死 人类世界所有的物品对他来说都是危险 人们把他叫做泡泡男孩 把这个病叫做泡泡男孩病 但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到了12岁的时候 大卫还有他的父母还有医生决定冒险给他做骨髓移植 把姐姐的骨髓移植给他 希望可以重建人体免疫 可能这个故事的结局咱们非常不想听到 手术失败了 他还是没能产生免疫力 还是几乎接近零免疫 更不幸的是 姐姐骨髓里有种病毒 随着移植的骨髓进入了大卫的身体 这种病毒对免疫正常的孩子来说 一点事都没有 但是他却要了大卫的命 一至15天后 他离开了人世 临死前 医生把大卫从泡泡里抱了出来 这个生命完全不设防的孩子 接受了妈妈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的亲吻 这个病例让咱们的心都碎了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病例呢 首先他告诉咱们 活在泡泡里与危险隔离 这不是真健康 其次人体免疫就是对抗危险因素的关键 人体免疫是健康的底层逻辑 最后人体免疫是战胜疾病的基本武器 当人的免疫严重缺陷的时候 医学也无能为力 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人体免疫和疾病的关系 我总结了三个层面 这就是认不出坏人 把好人当坏人 打不过坏人 坏人指的就是啊 所有进入人体的危险物质 比如病毒细菌 癌细胞等等 首先咱们就先来说说第一个层面 认不出坏人 要想杀坏人 第一步就得先认出来哪个是坏人 但是未必那么容易 坏人啊也不傻 比如流感病毒 这种病毒为了逃避人体免疫 会不断的变换病毒表面的H蛋白 H蛋白就是一种变迷物质 H蛋白变了 人体免疫也就认不出来了 再比如水痘 带状泡疹病毒可以藏在神经节里 很多病毒可以藏在细胞里 让免疫细胞找不见 再比如癌细胞 癌细胞逃过人体免疫就有个机制 就是伪造一张身份证 骗过警察的检查 得好人 过去吧 癌细胞就这样 蒙混过关 免疫细胞没认出来 这就是免疫和疾病的第一个层面 认不住坏人 认不住坏人就一定会出大问题 会带来感染甚至癌症 但有时候免疫系统走火了 乱了也会出麻烦 而且更难治 这就是免疫和疾病的第二个层面 把好人当坏人 正常情况下 人体有套严格的识别机制 防止免疫细胞误伤自己人 但有时候这种识别机制紊乱了 把好人当成坏人了 那也会带来很多病 而且是疑难病 比如自身免疫病 人类自身免疫病有100多种 但是肌里都相似 都是人体免疫不断的攻击自身的细胞 就拿红蛮狼疮这个病来说 眼睛 皮肤 造血系统 肺部 肾脏 几乎人体的每一个器官 每时每刻都在遭受了自身免疫的攻击 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而且在临床上各个学科的难题 通常都会涉及到自身免疫问题 就有专家说过 当你遇到解释不通的临床问题时 就想想 会不会是自身免疫出了问题 把好人当坏人 除了会引起自身免疫病 还会带来过敏 过敏 就是免疫系统 把本来无害的物质 辨别为敌人 产生过度的反应 你肯定知道 过敏性鼻炎 蕁麻疹 湿疹 哮喘 这些病都是过敏 所以 过敏可不是你想的免疫力低了 或者免疫抗健的才过敏 而是辨别异常 把无关紧要的物质 小题大做 这就是免疫和疾病关系的第二个层面 把好人当成坏人 它可以带来自身免疫病和过敏 咱们再说说免疫和疾病的第三个层面 即使能够认出坏人来 但是有心无力 打不过坏人 这就是免疫功能低下 比如艾滋病 白血病 糖尿病 尿毒症 这些病 有的是免疫细胞数目减少 有的是功能降低 但是不论是什么 总之就是认出了坏人 但是打不过 癌症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认不出来坏人 但是有时候 即使认出来了 癌细胞也会释放一些物质 麻痹免疫细胞 让免疫细胞的杀伤能力 大大降低 好 讲到这儿 咱们也就讲完了免疫和疾病的三个层面 敌人乔装打扮 咱们认不出来 这是第一个层面 有时候啊 挫把好人当成坏人 就会引起自身免疫病和过敏 这是第二个层面 有时候 即使认出来 也有心无力 打不过坏人 这是第三个层面 可以说 人类所有的病 都和人体免疫有关 那么如何增加人体的免疫力呢 首先我要说的是 虽然人生下来免疫力就是有差别的 这点啊 咱们很难改变 但是绝大多数人的人体免疫是正常的 所以啊 不必担心 泡泡男孩病属于罕见病 那么咱们能做的 就是避免各种可以损害人体免疫的生活方式 比如熬夜 烟酒过度 精神压力 偏食等等 没有任何能够快速增加免疫力的食品 或者保健品 我个人对增加免疫力有三点看法 第一就是认真打疫苗 打疫苗就是刺激人体产生针对特定病原体的免疫力 而且一旦产生会记忆很久 打疫苗是目前咱们能够获得的最好的 最靠谱的完善人体免疫的方法 第二就是善待内共生 简单点说 就是和体内的细菌搞好关系 养上一身健康的好细菌比啥都重要 这些细菌可不是吃素的 它们的存在同样是人体免疫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上几个我已经详细的介绍了 在这也就不多说了 最后正确看待感染性疾病 尤其是不严重的感染性疾病 你还记得在医学的第二大技术公式里 咱们讲到了疾病也有价值 感染的价值在于让人锻炼出日渐强大的人体免疫 从整个物种进化角度来看 有些免疫可以传承 从个体来说 生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免疫逐步强大的过程 每一次不严重的感染 病原为中都可以激发和锻炼咱们的人体免疫 只有让人体免疫见多识广 见过无数敌人 锻炼出各种本事 才是真的增强免疫 那最后 我再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1997年 我有两个最要好的同学大学毕业了 一起分到了北京 在同一个大医院当了医生 他们是恋人 后来结婚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朋友圈 所以聚会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看他俩的照片 有的是一起在森林里嬉戏 有的是一起坐在绿地上学习 有的是一起参加医院的集体活动 生活就是这么幸福 每个人都羡慕他们 2003年 非典来了 这个女生在工作中感染了最严重的非典病毒 也就是传染性最强 致死性最强的那一种 很多感染的病人都没能够抢救过来 后来 他的病越来越重 为了留住他 在抢救他的时候 他的爱人 也就是我这个男同学啊 摘下了自己的口罩 给他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泪水 顺着他的脸 流到了女生的脸上 但是啊 最终这个女生还是走了 所有人都担心 我这个男同学一定也会被感染 因为当时的病毒传染性太强了 这么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不可能幸免 可结果并没有 连发烧 连咳嗽都没有 男生一点事都没有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一方面 我们为他们的爱情感慨 另一方面 感谢这个男同学 他有这么好的健康维护体系 人体免疫 总结一下 今天咱们讲到了人体免疫 是健康的底层逻辑 第一 零免疫意味着疾病和死亡 第二 人体免疫认不出坏人 把好人当坏人 认出来 但是却打不过坏人 是发病的三个原因 第三 通过打疫苗 保护内共生 得小病 可以提高免疫力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的增强免疫力的误区 都有哪些呢 你又有哪些增加免疫力的好办法 欢迎发到留言区 大家一起交流 下节课 咱们将进入新的一张 医疗活动的实质 最后 我也送你一句话 真正的健康 是我暴露于病毒 细菌的危险之下 还依然健康 我是博士宁 咱们下讲见